那你的置顶微博为什么两年都没换 我看到的时候我都惊呆了 为什么老是那个心肺复苏的那条呢 其实这个也很多人很好奇 对 因为真的不理解 有这么多事情发生在你身上 你看你有亲眼戏啊 或者有歌啊这种的 是因为当时我是真的觉得 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 所以我是觉得万一呢 万一哪一天有人看到我的微博 是因为置顶 然后仔细地看了之后 就真的起到了作用 学到专业知识 就万一呢 因为时时刻刻身边都会发生意外 我想让这些东西更普及 我想让我的微博更有力量一些 而不是很草率的就 公司给我个什么文案 我就发什么文案 公司或者是接什么样的一个合作 我就发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太没有力量了 这东西完全信不了路人 也信不了更多人 按照传播来说的话 我觉得这样也不太好 我宁愿让我自己的微博更有力量一点 让更多人看到 发现这个人可能也不一样 我不知道对方怎么想 但是我就想这样去做他 而且我觉得这样对每个人也好 那何尝不这样做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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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